开工顺利 行政院长陈建仁 前院长苏贞昌 屏东县长周春敏 共同为屏东科学园区动土 并正式启动招商 要为科学园区引进一流的厂商 及优秀的人才 屏东科学园区正式启动 平坤启动 屏东翻新 周春敏出感谢行政院团地所率领的相关部会 推动屏东科学园区展现高效能的行政效率外 也感谢盘前县长极力争取 行政院陆续加码科技产业园区阔区 科学园区实验中学 以及正在进行招标的国际棒球场运动园区 为加速推动屏东科学园区发展及招商 周春敏当场也向陈建仁争取多项政策 展现加速翻转屏东的决心 如果可以的话 也拜托是不是可以在这边成立 类似或者是准 或者是正式的一个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让我们整个屏东科学园区的产业 5G的研发 我跟他学术人才 跟他会转样全面来提升 周春敏真取于科技园区内 成立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提升产业能量 也希望与在地的大专院校合作 针对未来产业发展主轴引入适当 人才培育的资源 最后更请国科会与经济部中央各部会联合招商 为屏东带来最好的产业与一流厂商 陈建仁认同周春敏建言表示将加强结合国科会 经济部 内政部 交通部与教育部之间的横向联系 推动屏东科学园区 陈建仁也提到在疫情发生时 世界各国经济都是负成长 台湾经济却能正成长3% 在2021年更达到6.5% 全世界都很羡慕 因为台湾有好的科学园区 好的半导体及ICT产业 我们有好的科学园区 我们有好的半导体产业 ICT产业 未来台湾的发展 就是要靠这个高科技的产业 所以说我们有阳光 我们也要真正来打拼 屏东科学园区面积共72.83公顷 以先进太空 智慧农衣 绿色材料及其他新兴科技等 据前瞻技术产业为发展主轴 未来预估年产值达360亿元 可创造5400个工作机会 幸福表示未来也将持续 和国科会经济部合作招商引资 期望借由屏东科学园区的发展 串联南台湾科技郎带 翻转屏东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 αν旭 郑联南 回合 隣